N2重机枪作为伯朗宁大师的经典之作 堪称一款神枪 即便是在如今的美国也依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且至今还在生产 总产量超过了300万只 如今依旧装备N2重机枪的国家超过了100个 那么N2重机枪究竟有什么本事 可以让它成为世界最知名重机枪 一战后期 战场上的坦克以及装甲车越来越多了 当时一般口径的机枪已经无法满足战场的需求 为此美军想要一款大口径的重机枪 其口径至少也要有12.7毫米 枪口出速也到达到820米每秒 要求下达了 这个任务落到了约翰·伯朗宁的身上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伯朗宁对现有的M1917机枪进行改进 很快设计出了一艇2.7毫米口径的样枪 这把样枪外形跟M1917机枪非常相似 实则枪口出速仅700米每秒左右 比潘兴将军的要求低了不少 而且样枪连同枪架全重达72.7公斤 非常重而且不实用 一战结束以后 重机枪的研发依旧没有停止 经过不断改进之后 1921年小批量交付了陆军 1923年定型命名为M1921机枪 1926年伯朗宁去世 改进机枪的工作交给了赛缪尔 格林博士 由他继续根据军方需求改进M1921机枪 为了提高M192机枪的通用性 格林博士重新设计了机枪的机枪 让其可以安装风冷或者水冷套筒 最终这艇改进后的机枪命名为M2机枪 M2重机枪发射大口径50BMG弹药 这种弹药火力强大 而且弹道非常稳定 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550发 在武器射击的时候 有一套后做作用系统 可以让M2在连续射击的时候 依旧保持优秀的稳定性 同时该枪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00米 曾经在越南战场上 这把枪创造了2000米击杀记录 当时一个美军用M2击杀了一个 2000米外的越南士兵 当时没有一款狙击枪可以在这个距离造成击杀 因为这个记录 美军甚至有把M2重击枪改造成大口径聚击枪的想法 但是因为其改装成本太高 同时M2的重量也太重了 改装成狙击步枪并不是最合适的办法 正是因此美国军方才放弃了 使用M2作为狙击武器的念头 该枪从1921年一直至今 经历了二战 朝鲜战争 越战 海湾战争 2001年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等 无数场战争与武装冲突 可说是极为成功的重击枪设计 亦是美军轻武器中服役时间最长的一种 一直到21世纪 依旧在各国军队中有着不错的风平 是众多国家的制式机枪 和苏联的DSHK重击枪 同样为世界最广泛被使用的两款重击枪 部分非正规武装势力 更将其安装在武装改装车上使用 M2机枪从开始研发 一直到如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了 按道理来说 这种一战时期的老古董 身上有很多落后于时代的设计 为何美军没有将其退役呢 M2在研发之初 最大的火力 虽然每分钟550发的射速 在众多机枪中并不算优秀 但是巨大的口径和超远的射程 让其拥有足够的对地 对低空火力压制 和对人员及轻装甲的破坏力 除了常规弹药之外 M2重机枪还可以发射 同规格的夜光弹 穿甲弹 穿甲燃烧弹 脱壳硬心穿甲弹等 极大的拓宽了任务种类 同时因为强大的火力 该枪除了步兵使用之外 还被装备到装甲车 直升机 军舰上 成为一款多功能重机枪 这把百年重机枪 在现代依旧好用 再者M2重机枪的设计 已经相当成熟了 制造起来成本不会很高 如果重新设计一款重机枪 不仅成本无法保障 且火力 说不定还不如M2 而且M2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当时定型M2一直到今天 这把枪进行过不少改建 发展出了许多型号 已经可以满足美军的需求了 不过美军也不是没有 退休二机枪的计划 一些枪械巨头也尝试过 研发新机枪来取代老古董 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放弃